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桧老师 现在呢,我们要一起开始做这个手工 所以呢,要做这个手工的话 你需要帮我准备好你的材料 比如呢,是你的这一本书本 给要彩这的这个书本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三张纸 一个呢,是你的A4纸 一张空的A4纸 然后呢,还有两张颜色纸 然后呢,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纸的颜色都可以的 只要呢,是颜色纸 如果呢,你的家里呢,没有颜色纸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纸袋 就是那个时候拿过去你的家的那个纸袋里面 可以用那个A4纸来代替哈 如果呢,没有的话呢 你就用A4纸就可以了 总共呢,是需要准备三张纸 然后呢,一罐江湖 铅笔跟简单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支笔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不需要哈 然后呢,还有简单 还有呢,一点点的这个颜色笔 OK,我用的是学校的哈 所以呢,我们这边有这个颜色笔 OK,如果呢,你已经准备好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手工呢,放在旁边先哈 OK,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之后呢 首先呢,你要做的是帮我拿出你的这一本书本 OK,然后呢,还记得吗 那天我跟你讲的 OK,我们需要先踩那个孔雀就好了 OK,然后呢,今天就是继续踩这个天鹅哈 OK,所以呢,这个是你今天的功课 可以帮这个天鹅呢,涂上颜色 OK,如果呢,你已经涂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把书本遮起来了 可以就是把书本关起来哈 OK,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新的了 OK,接下来呢,我再重复多一次哈 我需要的是三张纸 OK,如果呢,没有颜色纸的话 就用A4纸来代替 OK,然后呢,浆糊 剪刀 铅笔 跟胶叉 OK,然后你的那个线 还有呢,你的这个颜色笔 OK,如果呢,你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子我就要开始了哈 OK,我先把这些东西放旁边哈 OK,首先呢,你要做的第一个呢 OK,你可以看哈 首先呢,你要做的第一个呢 是拿出其中一张的这个纸 OK,拿出这个A4纸哈 OK,第一张呢,是从这个A4纸开始 OK,拿出你的这个A4纸 OK,然后呢,我们呢,先把它折上去 OK,我先这样子哈 OK,折一半 OK,不是折上去,折一半 OK,把它对折一半 OK,你对折一半了之后呢 OK,折好来哈 这个是我每次有跟你讲的哈 要折好来 不然等你做出来 可能会不这么美哈 OK,然后呢,你好了之后呢 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 OK,把你的手指呢 放在上面 然后呢,开始把你的手掌呢 画出来哈 OK,给你看我是这样子做的哈 OK,拿出我的铅笔 OK,我把我的这个手 OK,放在这个上面 OK,像这样子哈 然后呢,我就开始画画了 OK,把我的这个手指的这个印 画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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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把它画出来了之后呢 OK,你就先这样子放这钱哈 OK,然后呢,再拿出多一张 OK,拿出另外一张纸 同样的也是折一半 OK,对折一半 然后呢,这一次呢 只需要用到你的四只手指就好哈 OK,拇指可以收起来 OK,用你的四只先画一个有一点点 你画一个正的 OK,把你的手指放直直 OK,你看到吗 把我的这个拇指呢 收起来哈 因为呢,我们不需要用到拇指 OK,然后呢 你就把我画你的四个手指的这个 拇指印就可以了 OK OK,一,二,三,四 OK,看到没有 我只画我的这个四个手指哈 OK,然后呢,同样的你也把它放旁边 OK,然后呢,再拿出另外一张纸 OK,拿出另外一张你的颜色纸哈 OK,也是一样对折一半 OK,像这样子呢 OK,这次呢,我的手指放歪一点了 还可以放斜一点了 OK,放斜一点点 OK,然后呢,同样的呢 也是把我的这个四根手指画出来 OK,最后一张记得哈 最后一张呢 是你的这个手指呢 OK,你要放斜一点点 OK,然后呢,你就把它画出来 三 四 OK,四个了,OK OK,好了之后呢 再拿回你画的第一张 就是用你的五根手指头的这一个 OK,你的这一个还要画在上面的这个F或纸 OK,你看到这边了吗 OK,这个时候呢 OK,原本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OK,你把它这样子的 所以你放直的 OK,然后呢,准备好你的这个胶杂 可以跟你的铅笔哈 OK,第一个呢 OK,我要做的是像这样子的哈 OK,我把它拿出来给你看 OK,等一下呢 你会把 要把你的这个手指呢 改成像这样子的哈 OK,如果呢 你看不懂 看不到 看不懂的话 OK,你可以跟着我一样 OK,首先呢 我像这样子哈 画我的那个头 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天鹅 所以呢,你要画好这个天鹅的头 OK OK,我把我的这个天鹅的头画好了哈 OK,然后呢 还有它的另外一个部分 OK,如果呢 你看不懂的话 等一下呢 我会画好来 OK,然后呢 我再给你看它 OK,像这样子 OK,我先擦掉旁边 多余的那个部分 OK,然后呢 我就可以给你看 我要做的是什么哈 OK,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等一下哈 然后你看出我的这一边 我先把五根手指的这个 可以画深一点 OK,这样子呢 等一下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我在画的是什么 OK,你就不会这么乱哈 三,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我的这个手指 OK,然后呢 画的是这样子 OK,就像画这样子哈 OK,这个呢 就是那个天鹅的 OK,如果呢 你还不会的话 OK,你可以先把这个video呢 停住哈 OK,按暂停这个video 然后呢 你关注这个画 OK,可以请爸爸或者妈妈帮你哈 OK,如果你已经好了之后呢 OK,你可以准备好你的剪刀 把它剪下来 OK,你看哈 我先剪下来哈 OK,你还记得吗 刚刚还有那个两张 我们也是画我们的手指的 OK,可是呢 我们只画四根那个手指的 OK,同样的哈 那个呢,全部也要剪 OK,所以呢 你需要剪的总共有三张纸 OK OK,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你可以跟住我一样哈 先剪第一个 OK,等一下呢 当我剪好这个第一个了之后呢 我需要再剪第二个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它 OK,所以呢 我再剪第一个 就是有五根手指头的这一个纸 先把它剪下来 OK,当你在拿剪刀的时候呢 记得小心一点它 OK 如果呢,你怕你拿剪刀的时候呢 OK,你怕你会剪到手指 你可以请爸爸妈妈 帮你看住你哈 OK 看住你这样子剪的 OK,然后呢 因为我这边呢 画到有一点点多了哈 OK,所以呢 我就把它写好来 OK,像这样子 OK 然后呢,我的第一张 也差不多要好了哈 OK,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家里剪的话 可以记得拿出剪刀的时候 要很小心哈 OK OK,我的第一个呢 剪好了 OK,现在呢 我要继续呢 去剪我的第二个 OK,这个呢 就是刚刚我放很斜的那一个 所以就是放有一点歪歪的哈 OK,我把它剪下来 二 三 OK,四 OK,我已经好了呀 然后呢 我还要再剪最后一个 OK,就代表呢 我已经把我这个 天鹅的这个翅膀了 OK 特别呢 它的那个鱼毛 美美的鱼毛 这些已经做好了哈 OK,然后呢 OK,我再剪另外一个 一个 OK,如果呢 OK,你看看 我再剪我的这个 第三个 OK,现在呢 你在用剪刀的时候 记得像我这样子要很小心哈 不要剪到手指的 OK,不然呢 等一下会很痛 OK,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啊 哈 等一下你的那个鱼毛 还可以站起来了 OK 可以把它立在那个桌子上面了哈 OK OK,我已经剪好了 OK,如果呢 你已经剪好了之后呢 可以先往下子哈 你可以检查它 一 二 三 如果呢 你们这三个已经剪好了之后呢 OK,你可以从旁边呢 准备好一个 红黄色的颜色笔 可以准备好一支 黄色的颜色笔哈 OK,然后呢 还有准备好你的那个 呃 笔 OK,这个是蓝笔或者黑笔哈 OK,然后呢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黑色的颜色笔来代替的 OK,然后给你看 我要做什么啊 第一个 首先呢 我要先帮他画上一个眼睛 OK,我只要用颜色笔哈 画他的眼睛 画我的这个天鹅的这个眼睛 OK,然后呢 我再画他的另外一个眼睛 OK,然后呢 刚刚是就跟你讲 叫你准备的黄色的颜色笔 OK,这个黄色的颜色笔呢 就是这个天鹅的这个嘴 OK,我帮他涂上黄色 OK,看到吗 有黄色的 所以呢,你可以跟我一样 看他涂上黄色 OK OK,像这样子了之后呢 OK,可以拿出你的那个颜 可以拿出你的那个颜色笔哈 给我把这些呢 全部放上边先 OK,不然呢 你看了会很乱哈 OK,如果呢 你已经好了之后 OK,就是像这样子了哈 OK,如果你已经好了之后 可以拿出这个 可以打开你的这个颜色笔哈 OK,打开它 给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像这样子,对不对 OK,然后呢 在这边涂上浆糊 你看,我涂一点浆糊哈 在他的这个脸 那个部分涂一点浆糊 然后呢 刚刚你的这些手指 都要有那个浆糊的 OK,你不要放太多哈 一点点就好了 OK,我涂其中一点就好了 我没有两边都涂上浆糊的 OK,不需要这么多哈 OK,然后呢 在中间哈 给这边你看哈 OK,中间就是有这一条线 可以看到吗 OK,你知道涂呢 在旁边这边一点点浆糊就好了 OK,我给你看我这这样子做的哈 OK,我先放 然后我会拿给你看哈 OK,就是在旁边这边 OK,中间这个有折的这个线这边 旁边一点点 OK,有折过的这个线这边哈 OK,我给你看哈 OK,这个中间的这个线这边呢 我给你涂一点就好 旁边这两边呢 是不需要涂浆糊的哈 OK,我就这样子呢 把它关着 OK OK,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OK,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这个手指 OK,你用你的手指 把你这个纸上面的这个手指呢 这样子涂进去一点 OK,你看我是这样子做的哈 OK,我先把我的这个手指 伸进去一点 OK,给它看起来像是 有一点点空的哈 OK,然后呢 这样子推进去一点点 推推推 OK,等一下哈 OK,如果呢 有时候你推不到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指呢 伸进去这个纸张里面 OK,然后呢 像这样子推推推 推推推推 OK OK,像这样子 你看到吗 OK,这个就是我做的方式 它可以推进去一点点的 OK,然后呢 你看你的这个铁额呢 它就可以沾了哈 OK,接下来呢 我还要做的另外一个是呢 OK,你有看到刚刚我 准备好了这些纸吗 OK 有那个四根手指的对不对 给我们画的这个 OK,所以呢 现在呢 你可以看哈 OK,我先把第一个呢 我剪下来的那个四个 四个手指的那个纸 OK 比较直的哈 没有放歪歪的哈 可以没有放些些的 直的这个 OK,同样的 打开它 OK,等一下呢 你就要把它这样子 黏进去的哈 所以同样 你这样子不需要太多的 OK 然后呢 在我还没有涂脏 我之前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哈 OK,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拿出这个剪刀 OK,剪刀是要关起来的哈 OK,然后呢 你拿出你的这个纸 OK,一只手指 压在这个剪刀 然后呢 再放在这个纸上面 然后呢 给它的这个甜儿的 这个翅膀那边的 那个羽毛 会更顺一点 OK,你看我这样子做 OK,如果这个不可以的话呢 你就叫爸爸妈妈帮你哈 OK,因为呢 这个对小朋友来讲 很有一点点难哈 然后呢 有一点点危险 怕你弄到你的手 OK,重要的 你看哈 我每做一次 OK,你看到吗 原本这个手指是直直的 它就会有一点卷卷 这样子 OK,这个呢 就是我要的哈 它是像这样子的 OK OK,然后呢 另外一个手指 斜斜的这一个 OK,刚刚呢 我们把它放有一点斜斜 这样子 对不对 OK,同样的 OK,你呢 也是这样子打开它 OK,拿出那个剪刀 像这样子 给它弄这样子 给它卷一点点 OK,3,4,1,2,3,4 OK,所以呢 它就像这样子 我就把它放在旁边先哈 OK,然后呢 接下来呢 OK,我就这样子拿着了 然后呢 涂上一点浆糊 把它的这个身体呢 这边这样子 粘上去 OK,我先粘一个直的哈 第一个 我先粘第一个 就是刚刚我用我的手指 放直直画出来的 OK,我再涂一点浆糊 浆糊呢 也是同样的 它涂在那个两个中间那边就好 就是刚刚你折的这个中间的这一条线 旁边一点就好 OK,然后呢 这样子 放在中间 粘上去 把它这样子关着 OK,这样这样子 OK,接下来呢 再把那个刚刚 弄到有一点点歪歪的那个手 对不对 OK,然后呢 我是要把它这样子 在旁边 中间这边 一点点的 旁边一点的 涂上浆糊 OK,然后呢 涂上一点的哈 你看我一次放 我没有放很多浆糊的哈 放一点点就好 OK,一样 粘上去 OK,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我的那个天鹅 OK,同样的哈 握着那个白色 就是你粘的第一层 有五个手指的那个 OK,这样子 推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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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站了 OK 等一下哈 OK OK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的天鹅 OK OK,所以呢 今天的手工呢 我们就做到这边哈 OK,谢谢小朋友们 我们下个经济再继续做手公开 拜拜